过去一周 我一有空就在iPad上玩一个叫Brown Farms的农场游戏 对于几乎不玩游戏的忍者来说 这种操作简单 画面卡哇伊 音效洗脑的游戏 一时半会儿真的放不下来 但凡有点自知之明的人都知道自己上瘾了 这几天 忍者一直也在思考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整个游戏产业遇到的寒冬 从今年初开始 很多中小型的游戏公司倒闭 就连最大的游戏公司唐讯 股价也下跌了三分之一 差不多一万亿稿币的市值都没了 游戏产业从高科技公司 现金流最高的部门 突然变成了青少年近视 网瘾的罪魁祸首 主要原因是公共政策 既然公共政策强调了健康和上瘾这两个话题 投资者不妨对比一下烟草行业 在过去的50年里 烟草行业对公共健康的危害 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 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 烟草消费的经济成本 是由公共医疗系统和全民保险价格的上升来承担 过去十年禁止烟草广告 公共场所禁烟逐渐成为主流 在一些国家更有严格的规定 所有香烟采用统一的包装设计 但凡有禁烟政策出台 烟草公司的股价总是第一个遭殃 过去五年的几个烟草巨头股价 确实也表现出了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面对各式各样的禁令 烟草消费的总量必定呈下跌趋势 烟草公司的对策大致能分为两种 一种是涨价维护利润底线 另一种是寻找替代品电子烟 看回游戏产业 虽然禁令初始 但忍者认为公共政策的决心不可低估 游戏公司也有涨价和出替代品两种出路 体育类特别是不单纯依靠看屏幕和静坐操作的游戏 可能更容易受到监管的欢迎 而这类游戏的单价肯定也会更高 当然短期游戏产业可能转战政策更宽松的海外市场 但是谁又愿意放弃中国这个全球游戏第一大市场呢 转型期有多长既得利益公司能否再次胜出 这些都是未知 但是空等政策180度转弯 或者行业战胜政策这样的结果 不是投资者的明智之举 感谢收看忍者ATM 每周一条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 at忍者ATM